这次婚礼的话我真的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回来的时间非常紧了 明天就要去江西了 今天晚上的话我哥会过来 然后上面叔叔我姑父 我姓姓他们一起去商讨一下这个结婚储备的事情 所以我去买点菜 晚上长厨 走吧 今天准备了牛排骨牛肉 还有买了好几个菜 等下招待我哥 他来了今天 还有姑父叔叔姓姓他们 我要请他们帮忙做事 所以我出去江西之前 先把这个事情弄好 没时间了我真的 我怎么怎么感觉自己时间不够用呢 开始做饭了 准备工作做干了一个小时 干什么 我今天就做的 你一直做的 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喜欢 你自己喜欢 你还喜欢 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喜欢 我一个人 现在 你 你 我自己喜欢 你不想吃了 我不想吃了 我会把你拿到老了 我会去吃 好 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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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给五十八个点没空的呢 我们在学习以后到中学习以后 我们在学习以后一会冬白酱和火车 在哪里 我们在学习以后一会冬白酱和火车 刚刚跟姑父叔叔婶婶聊了一下结婚一些细则方面的事情 哇 爆炸了我已经 很多礼节方面的很多规矩 很多老的一些风俗 太复杂了 搞得我多痛远 主要是我要27号就要去江西三上回来 回来就马上很多很多事情 我还要请同学朋友来参加婚礼 包括反正感觉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叔叔伯伯说我去了就家里的事情 他们来安排就好 我就负责把婚期弄好 把这个岳父岳母那别亲戚照顾好就行 反正一辈子就一次 反正这次婚礼的话 我真的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也是希望能够给到小美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大气 比较隆重一点的婚礼 就是继续努力吧 这次搞完我估计得躺三天三夜才行 所以今天稍微的复制了一下这个背景 好看一点 好了我要睡觉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